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空间 七言八语,想做的事儿,你就默默地去做 有时候人只能默默地做事 想做的事儿,你就默默地去做 虽然大声说出来你想做的事情是在鼓励自己 希望得到更多的人的声援,让自己做得更有干净 但实际上,当你所倾诉的对象 如果并没有做过你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很难给予你真正的支援的 有时候,他们更容易看到你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无意无趣的 出于不忍心看到你的收益不佳,不能事半功倍 就会直白地指出你可能面临的毫无收益 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你觉得可以信赖的人们 比如你的亲朋、挚友 此时的你真的会比较受挫 因为人往往会非常渴望得到来自于自己信赖的人们的声援的 尝试去做一件事情 受挫难免 而且会是各种各样的错 想好了,那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试一下 实在不行,届时就止损打住好了 但也要注意,有的事情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 没有一定长度的时间投入 你会很难知道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值得就这样做下去 所以你愿意,而且可以花多少时间来验证 你也是得衡量一下的 当你做一件事情,想博得人们的声援的时候 你只能跟已经做过这件事情的人去聊你的想法 听他的经验之谈 或者跟你做什么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的那个人去聊 否则,找错对象难免受挫 所以有时候你只能默默地去做 自己去验证 感受那个做的过程当中的得与失 不断地进行总结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有时候没有什么好坏对错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无成果才是大多数人想看的 人们关心的是成果 但普通人就是普通人的智商和情商 一步登天不可能 不做不可能有成果 做了也不一定会结出硕果 所以想做 你就默默地去做起来 想说你就跟那个已经做过的人 或者跟你一样正在做的那个人去诉说 默默地去做 默默地试错 默默地改进 默默地前行 默默地改进